我们知道宝钢集团是最早一批加入联合国全球企业组织的中国国有企业之一 那么您参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记得宝钢是04年加入全球企业组织的 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老董事长谢继华在任 宝钢参与这个组织的原因的话呢 我想我觉得可以看就是说对全球企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的理解 还有宝钢自身有很多因素 我们感觉到呢有点像咱们说的共鸣了 比如说这个全球企业组织它提倡 我的理解啊对全球企业组织 因为全球都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话赚钱对一个企业来说 这个是天经地义 但是在发展当中呢很多赚钱呢 忘了这个企业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 就是说你赚钱怎么赚 你应该遵守一定大家共同认定的规则 同时呢你赚钱如果仅仅为出资者 或者说你仅仅为员工 或者说是仅仅为个别群体就兼顾不到 共同的利益了所以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呢 全球企业组织我们对它的价值观 包括特别是实相准则 我觉得和我们这个企业 很多地方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块呢是我们叫做选择要加入的 比如说宝钢大家都很清楚 改革开放七八年这个宝钢的话的建设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国非常变化的一个时代 就是过去中国是前面文化大革命 然后有计划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宝钢诞生的就是十一届商务全会这个闭幕的第二天 而且宝钢呢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产物 所以在宝钢当中呢 你看当年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 但是计划经济 建设宝钢我们第一期用了128亿 全部国家这个财政拨款 当时大概12亿多中国人 我们通常宝钢人呢说的一句话就是 全国人民每个人呢勒紧裤腰带出了十块钱建设了宝钢 还有更感人的一个故事呢 在江苏的泰州 有一个四项中学的有46位同学 他们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呢 自己审时检用 把积攒的权要捐献给宝钢来建设宝钢 这个呢非常的感人 所以从一开始呢宝钢就教的说 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知识 宝钢建设不了的 所以宝钢呢当时也 从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就是 第一 钢铁要报国 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钢铁产品 第二呢 这个企业要回馈社会 回馈全国人民审时检用来建设宝钢 所以我想对企业的理解啊 一个企业把资金 把人还有工具 机器都组合在一起 然后生产出产品来 或者生产技术啊 然后回馈到市场当中 那么这当中的话呢 你一定要赚钱 不赚钱 企业没法长期生存下去 那么赚了钱 你一定要回馈投资者股东 你同时也回报员工 员工是在这当中 作为生产力很有用的一个因 非常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同时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社会的这一块 很大一块就是 你还产生了污染 污染了环境 那这一块的话呢 你如果也不兼顾到的话 那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企业发展 还是有缺陷的 尤其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 是很多都是 没有兼顾到各方的利益 所以全球企业组织 我认为它的宗旨 它的这个价值 我认为和宝刚 我们信封的企业的 经营的理念和价值观 非常吻合 所以这些外在内战的因素 所以宝刚的角度说 有共鸣了 所以04年很早一批 宝刚就加入